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讓韜客大快多一 新的意大利餐廳品牌 進駐台灣要來搶購商機 餐飲的市場非常的激烈 所以餐廳都必須要有一些特色 然後在菜色上也比較偏一個 就是義式跟美式融合的 一個菜色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多吸引一些 就是家庭客 然後可以到這邊做聚餐 這義式餐廳背後推手 是知名北宣餐飲集團 北宣旗下還有知名美式餐廳 Fri days 近期也積極整頓 引進小坪書店面 也將BBQ豬肋台推向 量販賣場 加持營收 菜義集團求新求變 還有一招就是跟米其林星光連結 熱騰的拉麵端上桌 海瓜子魚乾 高溫熬湯 再加一匙松露醬提味 日本米其林義式拉麵來台展店 人多時還得排隊好幾個小時 才吃得到 這本是背後引建著何義集團 吃台中醫院第二代 林靜潔一手千成 何義從東京拉麵到港式小點 甚至是新加坡有機飯 成功打造米其林一條街 今年不只大推展店 還目標年營收挑戰16億元 因為米其林是一個 蠻有公信力的一個組織嘛 它並肩出來的東西 我們相信說它跨得比是好的 讓我們比較有多一點參考 過去的雙勝引進者 鶴士蒙餐飲集團 旗下兩個品牌 最近也成功摘星 照樣品牌知名度 但餐飲業競爭激烈 但以上拼拖了點 除了沾光米其林 餐點也要不斷推陳初心 才能吸引韜客持續上門